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画面也陆续传出 而接下来这画面真的是生死一瞬间 这地点就在苏花改 我们可以看到一名驾驶他刚好遇上了强症 剧烈摇晃之后 他当下反应是直接先把车给停下来 后来发现这状况越来越不对劲了 因为一旁的山地开始有碎石头不断地往下掉 而且尘土飞扬 驾驶是立刻倒车想要闪避 结果这落石是越掉越多 直接是在轿车的前跟后不断地落下来 等于轿车是直接被巨石给夹击 最后是仍然逃不过被一块巨石给砸中了车尾 那么时候这名被落石砸中的车辆驾驶 也在网络上报平安表示 只有车受损人没事 而后方的驾驶当下看到这惊险的一幕 是紧急地躲进了U型的回转处 保住了一命惊险闪过了两颗巨石 行动广想顿时天摇地动 驾驶赶紧减速停下 但下一秒缩滑改的山壁上出现细小落石 接着尘土飞扬 驾驶健壮紧急倒车 前方蓝色轿车也赶紧向后退 就几秒钟的时间 右侧边坡突然下起大小落石雨不断滚下来 下一秒山上滚下一颗体积堪比汽车大小的巨石 从天而降 蓝色轿车车尾当场被落石击中 还被推撞上护栏 后方驾驶吓得猛踩油门加速倒车 行情间落石不断 车子差点就被击中 好在驾驶油门踩到底惊险闪过 事发地点就在苏花改的中人隧道出口往南 3号早上华联发生7.2强症 落石不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驾驶脑袋却闪过人生跑马登 事后遭落石砸中的车辆驾驶 也在IG上报平安 表示自己人没事 幸好有闪过天降巨石 不然坏的就不只是车了 网友也说真是命大 车停得刚刚好 恰巧闪过大落石 我都不敢过去了 而另一名驾驶同样也在苏花改现场 直接一看见前方有巨石砸落 吓得他立刻掉头 还自嘲没有回花莲的命 我吓死了 强震引发花莲山峰落石 让路过车辆历经生死一瞬间 好歹驾驶人反应迅速 惊险逃过一劫 三天新闻旅艳花莲报道 我们以为大家来统整了一下 目前最新的受灾状况 总计这起地震造成了9个人死亡 1050人受伤 还有101人受困 直到现在还有34个人失联 其中就有许多的旅客来到了 花莲太鲁阁游玩 结果却受困在这里 一名当地的导游当时是带着两名德国籍的旅客 到沙卡当步道来拍照 而正当这两名旅客进入步道之后 没多久就发生了强震 我们看到这巨石是崩塌 直接封住了这个山洞的入口 最终一直到了晚间的9点多才脱困 另外在中横17公屋1700应该说是175公里处的 这个民隧道附近也有民众被拍到 他们在这里挥着红旗在求救 而最新的空拍画面也陆续曝光 现场扬起大量粉尘 瞬间吞噬山谷原貌 花莲导游带着两名德籍旅客 到太鲁阁沙卡当步道 但7.2强震来得又猛又急 语气听起来非常紧张 毕竟两名游客生死不明 大量落石淹没洞口 导游束手无策 只能着急等待救援队到场 四面八方传来的尖叫声呼救声 但是就没有听到 上卡当里面有人在呼叫 有人在尖叫 到了晚上大概9点左右 他终于得到一个好消息 他们已经平安下山了 超过12小时 两名德籍旅客经险脱困 但当时还有一家五口受困其中 至今仍下落不明 那已经找到了 那找到了 花莲泰鲁阁经营酒店员工 分成四辆小巴士 上山途中遇到大地震失联 透过空攀画面在中横175公里处 民隧道 拍到民众挥宏其求救 随着台八线道路抢通 泰鲁阁陆续有受困车辆出来 有名外籍游客回忆地震当下 雨季有存 先是左边的这个山开始崩下来嘛 然后右边的山也开始崩下来 对 然后大概 灰尘大概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 才慢慢落下来 雨震不断持续有灵性落实 大幅增加救援难度 至今还有游客生死不明 大自然威力难以预测 三立新闻旅言网红员 去到明花莲采访报道 昨天的这起大地震 是发生在上午的7点58分 那么接下来 雨震是频繁地上演 总计到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为止 雨震就突破了有300次 而当中最大的一次是在昨天上午8点11分 来到了规模6.5 而规模在5以上的雨震也有18次 不过大家或许可以发现 这雨震几乎都是集中在花莲 等于这样算下来 平均每10分钟就摇一次 当地人就形容 他们是已经彻夜难眠 而且是摇到了头晕 根本就不敢回家 4月3号地牛翻身 全台优感 花莲北冰路上一楼早午餐店 天摇地动 用餐17人往外狂奔 一群人前脚才刚踏上马路 下一秒 早午餐店瞬间一味平地 连招牌也都被压扁扁 惊险画面全都录 大楼倒塌瞬间 民众与死生擦身而过 镇阳花莲灾情惨重 住户更是彻夜难眠 因为 手机警报狂响 余震不断 7.2强震后 全台24小时之内 已累计超过300起余震 尤其几乎集中在花莲 矿道当地人 先驚驚 会很紧张 可是这也是在提醒 不然有时候花莲人 太习惯地震也不好 会先观察一下 才会做逃吃的动作 比较大一点的会比较可怕 余震的部分会清醒 大部分花莲人 有部分应该都习惯 看看中央气象鼠地震 侧保中心统计 平均10分钟不到就有一次余震 其中较大一次余震 是在3号早上8点11分 瑞士规模6.5 无以上余震就有18次 最短不到一分钟 地震警报 联想了两次 规模7.4的地震 或7.2的地震 产生规模6的余震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那尤其是在 这两个礼拜 或一个月之内 都会陆陆续续 还是会发生的 那甚至这种 比较小规模的地震 规模5规模4 甚至可以持续到半年到一年 余震频频 事隔一天 还有很多灾区 像是天王星附近的 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同样受损惨重 工作人员持续清理中 只是还笑提醒民众 余震发生时 仍要有警觉 才能在第一时间做反应 而昨天的这起地震 总计是在花莲 造成了有两栋楼房 因此倾斜 而其中有一栋 就是位在轩辕路上的 天王星大楼 他们甚至是造成了 一名女住户死亡 那么检察官在今天一早 也会同了土木济师 还有县府人员 到大楼来进行勘验 那么事后呢 也会将进行来拆除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呢 这栋天王星大楼 其实在1986年 就已经取得了执照 而我们看到在2018年 也就是6年前 其实也曾经因为地震 导致受损 那么当时是被列为 黄丹警示 只是后来修缮之过 已经改善了 但是没想到 这次地震又发生了意外 而如今我们独家的 制高点视角也带你曝光 花莲墙镇重创天王星大楼 从制高点画面来看 整栋楼严重倾斜 跟邻近的房屋 呈现明显对比 镜头拉近看 塌陷楼层外墙都已经破损 里面杂物通通被抛出屋外 内部装潢也依然无疑 已经整个扭曲变形 现场就像被轰炸过一样 地震当时瞬间天遥地动 一名白鱼女子紧急逃到屋外 这时她抬头看了一眼 接着拔腿狂奔 下一秒旁边天王星大楼 整栋倾斜塌陷 扬起了大量粉尘 覆盖了整个监视器的画面 现场灌手也正在进行补墙作业 因为受到强症影响 大楼倾斜角度逐渐加大 就怕会有倒塌风险 灌手赶紧持续补墙下方的石块 天王星目前就是交通 人游管制没办法进去 出户的部分 他们也都有一直提出要求 但是我们还是要以 就是建设处还有主目技师 他们那边专业的判断为主 那至于能不能就要交由 就是专业的技师 他们来看到底可不可以 住户也很心急 因为当下紧急逃生 很多个人物品可能都来不及拿出来 希望能在拆除之前进到屋内拿东西 有其实大家都还蛮关心的 有的晚上睡不着 也是跑过来看看他们的家 其实大家都很心气的这边 2018年当时花莲0206大地震 这栋建筑物早就被贴上黄丹 列为危险建筑 后续因为修缮后已经解除 如今面临强症 未来将被拆除 检察官4号一早会从土木技师 及县府人员到现场相宴 要离经有无人为疏失 等结构相关问题 调查完毕后才会进行拆除 三天新闻王浩元 吕燕 黄振杰 欢然常报道 天王庆大楼倾斜 造成了一死而证明 罹难的康姓女老师 其实是花莲高农的辅导老师 昨天地震发生之后 他原本是已经逃了出来 但疑似为了要救心爱的猫咪又折返 结果丢了性命 今天上午他的父亲是来到了殡仪馆 悲痛认识 而校方对于康老师的死也非常不舍 哽咽地说 他非常认真非常负责 深受学生喜爱 是一个温柔的老师 而除此之外 我们现在呢 也找到了康姓辞者 他过去打篮球的影片 主要解他非常喜欢打篮球 但是如今他的矫健身影 只剩嘴硬 抢下进攻篮板 做出夹动作后 回头瞄准篮筐 跳投得分 或是接获队友传球 三分长射得手 只剩球场的康姓马尾女孩 远偷近切样样来 遗憾的是 这位阳光篮球美少女 竟在花莲403强震中 不幸罹难 让你回家了 康姓死者是花莲天王新大楼的住户 强震过后 屋倒防他 受困13小时 总算被搜救队员寻获 好来 一 二 三 无奈这时 他早已没了生命迹象 虽被救出 但仍宣告不治 但其实强症发生时 他已经逃出天王新大楼 但疑似为了救心爱的猫咪 又折返回到屋内 受困在被余震 震垮的大楼 丢了宝贵性命 康姓死者的父亲 得知女儿二号悲痛万分 横跨半个台湾 伤心欲绝 来到花莲殡仪馆认识 校方对于康老师的离开 也万分不舍 负责任 那很关心学生 那做任何事情都游刃有益 那在我们学校 就是一个受学生喜爱 也受同仁非常的 觉得非常好相处 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32岁的康姓死者 脸书上的照片 总是挂着灿烂笑容 看得出来他活泼外向 他在花莲高农担任辅导老师 毕业于彰化师范大学 来自台中的他 热爱篮球和宠物 没想到却在这场强震中 不幸罹难 在亲朋好友眼中 他热心善良充满正能量 无奈造化弄人 这开朗的身影 往后只能在脑海中追忆 三地新闻综合报导 昨天的地震 也让双北出现了 伍弱这样的震度 而受到了这起地震的影响 在台北市的中镇区 南机场整宅 就被认定为红丹围楼 48户被强制撤离 今天一早有住户 是来到了前进指挥所 登记资料 并且在警方 还有消防人员的陪同之下 进到了屋内来拿东西 而当地理长和区长 也在现场待命 后续将由结构结实评估之后 会继续架上H型的缸构 来当作临时支撑 只是我们都知道 在南机场这里的国宅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些人 这里的住户多半都是经济弱势 他们现在也发出了新声 他们说 希望政府能够盖中记宅 安顿他们 把握时间连夜架上H型缸构 北市南机场整宅 受到7.2强症影响 梁柱剥落 钢筋裸露 被认定为红单围楼 有啊 哪里没有 烦你就烦死了 还要做生意 赶快过去 赶快就处理好就可以了 不止小火锅店 旁边的中药行 柱子严重军裂 北市建筑师工会 丝毫一早 逐一进到一楼店面 仔细评估 亲民连假第一天 到前进指挥所登记资料 在警方和消防队员陪同下 回到住家拿东西 现在是要回来拿他的药 只有一颗没有带到 其余的都带到 只有那颗肝脏的药没有带到 小玩具 还有那个 跟人家借了PS4的那个 那个东西要很重要 那重点就是说 他的盥洗衣物 先让他回来可以用这样子 根据区公所统计 南机场第四栋整宅 50户当中48户有住人 除了没有联系上的三户之外 31人安置到附近旅馆 其余30人则是一清 这个地方在九二一大基镇 就已经贴过黄单了 那个军方的土地全部搬空了 那个地方可不可以跟台北市政府 赶快由军方 由中央跟地方合作 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中区住宅 先安置到那边 我们就赶快来拆这一块 事发来的太突然 避风港毁于一旦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会发放灾害救助支 安全救助金 每人两万元 每户最多十万 这边的话我们要持续 对他们来做一些关怀 然后在未来的话 我们还是得规划 他们未来的长期的一个计划 那当然市府会有整体的考量 地牛翻身 牵动全台各局处分工合作 要帮忙受灾户减轻负担 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新北市新店的顶好社区 同样满目窗移 可以看到这部分道路是坍塌下陷 七户住宅他们的房子就这样悬在坍塌的边缘 而底下的地基是几乎被逃空 场面非常惊悚 那么对此 新北市府是紧急出动了挖土机 来开挖抢修 并且拆除悬空的建物 只是这个举动也引来了部分住户的不满 他们认为双方对于拆除范围的认知 有落差 害得他们贵重的物品还来不及收 就已经全都变成了飞铁 强震过后挖土机一早就出动 因为新店顶好社区 整排房屋地基几乎被掏空 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得稳住结构 隔了一天重新回到灾害现场 居民还是难以接受 因为住了几十年的家 瞬间变成围楼 对比事发前后 整条马路半个停车场 以及民宅家门口 通通因为强政塌陷 几乎看不出原本样貌 为了结构安全 市府漏夜拆除悬空建物 没想到却引发民怨 住在阳台而已 切掉而已 结果没想到人柯林也切掉 拆掉里面很多东西 还杀眼而已很生气 居民气愤无奈 因为贵重物品都还来不及收 住家客厅及房间就被拆除 许多家具和身材工具 通通成了一团废铁 先把周边的排水 先导向区域外面 不要让边坡受到进一步的伤害 所以现在要进行一些 坡体的一些整理 跟一些废弃物的排除 以后续的一个 桌面的一个加固 四陵山地震造成新电气屋塌陷 就连外国媒体也很关注 到场拍摄采访 但就怕再有地震或是下雨 造成土石松动 威胁建物安全 市府不敢大意开挖抢修 后续也预计用混凝土块填补 但土木即时坦言 短时间恐怕难复原 居民何时才能重返家园 还是未知数 台湾发生强症 美国政坛也高度关注 跨党派超过十位联邦参众议员 是陆续发文表示与台湾同在 而且也大赞台湾人 非常的坚韧 而事发当时 美中经济 继安全检讨委员会的成员 海伯格他人 也刚好就在台湾 他当下也立刻拍下了 饭店房间的这个惨况 可以看到 玻璃还有陶瓷全部碎了一地 家具也全都歪了 深色利贵青岛砸在椅子上 地板撒落着破碎的瓷器 玻璃以及书本 购物袋等杂物 3号上午 花莲外海大地震 当时来自美国跨党派的 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委员会成员 海伯格 人就在台湾 一阵天涯地晃后 他拍下饭店房间惨况 并发文表示 自己与台湾同在 向每位台湾人表达关怀 还说台湾人是世界上 最有韧性的人民之一 他们将迅速从这场灾难中复原 更加强大 同一时间出访台湾的 还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 3号他到立法院跟院长韩国瑜交流时 也特别谈到地震灾情 即使人不在台湾 美国政坛人士不分党派 包括共和党中议员普佛刘格 赫恩 民主党中议员克劳基特 麦卡伦和台裔美籍的 刘云平都纷纷发文 表示关怀 还有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也向台湾人特别是救灾人员致意 而在众多关切台湾灾灾的推文中 共和党参议员韦克尔眼间发现 美国媒体NBC节目Today Show 报导台湾灾情时 地图上把台湾划入中国 立刻截图发文 质疑这是NBC的一中政策吗 台湾遭遇强政 美国政治人物第一时间职集 并高度关注 夏天新闻刘绝宇报导 这起地震也让山区的交通明显受阻 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开始就是 清明廉价了南回公路 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车流 根据恒川分局的估计 从早上的七点到八点 南下路段就已经出现了3300辆次 八点不到就开始实施 调拨车道的措施 而肯定的民宿业者则说 因为花莲发生了地震 因此有许多人就转单来到了他们这里 不断地出现了有游客在询问说 在这里还有空房吗 他们预估在这里的订单将会大爆发 清明廉价第一天台九线出现了车流 山路上双线道 往台东花莲的车辆满满满 透过了空拍画面 通往南回的平额公路 车子一辆接一辆 七点多已经徐师调拨车道 五七至八十时已出现大量南下出油车潮 突破3300辆次 本分局于七十四十九分 开始实施南下调拨车道 原来花莲地震山区道路中段 要往东部只剩下南回公路 早上七点到八点方辽的路口 警方分析已经出现了三千多车辆次 墾丁海边汐水民众多 业者表示说连续假期期间 墾丁有音乐祭活动 地方本来就很慢 结果受到花莲地震影响 询问的人潮更多了 除了海滩边后壁湖的海产街 业者因应连续假期提早营业 预估人潮即将涌现 屏东的小琉球交通船是一早七点就有加班船 要运输出油的民众 花莲地震打乱了不少人行程 也让交通路线得重新规划 廉价四天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 真的得先确认入跨 前面提到了今天适逢 清明廉价的第一天 蔡总统也特地来关心民众返乡的情况 她一早就视察了双铁 还有客运输运抢收的一个进度 要求各单位随时调整运能 同时她也特别感谢台铁同仁 在过去16个小时的努力 那么究竟目前这个交通 她抢通的状况如何呢 以台铁来说 苏澳到凤林站原地今天中午 才会恢复双线通车 但是一早就已经抢通恢复了 而受创严重的苏花公路抢修 则是要到年底 因此会只能够先搭便道 这便道4月6号就会开放小客车通行 各位长官 立临台北车站策定期 联合房车中心 7.2强阵震撼全台 尤其花莲地区交通受到重创 而今平年假开始 总统蔡英文到台北车站 了解书运情况 台铁也在今天 已经恢复双线的通车 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讲 在整个对东部的书运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这是经过我们16个小时 我们开解通人的努力 台铁苏澳新到凤林站 多处路段损毁 原定4号中午恢复双线通车 但经过台铁彻夜抢修 一早就恢复双线运转各班次正常 我昨天就要回去 但我取消了 只要能回家应该都还好 担心说停时的路段 会不会影响到 到底停到宜兰还是停到哪里 真的铁路不通的话 还有客运可以搭 到某一个地方之后 再接另外一个地方 虽然台铁也抢通 但苏华公路跟中恒公路都中断 因此启动海上接驳 从苏澳港搭台北快轮到花莲港 可载运230部小客车 不过是货轮所以人车分流 民众要先搭火车到花莲 再搭接驳车到港口 而苏华公路受到重创 抢修要到年底 因此会尽快打通便道 就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六点 就可以变成便道可以通车 只能通小车 那如果是游览车或是大车 会到午夜底 那中恒大概4月10号左右 可以通过台8到14甲 然后就是14 然后到国6 就是可以往这个北部和南部来走 强震重击华联交通 政府立刻启动陆海空因应措施 要让民众在廉价期间 都能顺利安心返家 三星环节日报台北参谎到 台湾昨天发生了7.2的强震 引发全球的关注 而三例新闻主播包含了 曾凌远还有陈自立 更是红到了国际 就是因为在地震发生的当下 尽管面对这个剧烈的摇晃 天花板东西是不断的往下掉 但是我们这两位主播依旧 处变不惊的播报 可说是临危不乱 经验的精神包括了CNN还有NHK 都大量的引用这一段画面 引起了全球媒体高度关注 就连中国网友也大赞专业 那为何大家会如此的惊艳呢 就是因为国际间有不少的主播 在面对地震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差很大 现在您感受到明显的剧烈摇晃 主要是现在在北部地区 尤其在台北 现在发生了有地震的情况 三例新闻主播曾凌远 播报途中刚好碰上 花铃发生7点的抢震 会在台北的摄影棚内 同样感受剧的摇晃 而且天花板还有许多物品摇落 曾凌远仅稳强不稳 仍处并不经意继续播报 近眼荧幕成为全球媒体焦点 除了美国CNN多次在新闻时段 播报这段画面 日本NHK也在丝毫地 成间新闻时段引用 所谓包括南韩的SBS电视台 也在新闻时段播出这段影响 事实上不光曾凌远 另一位三例借向主播陈自立 地震当下令为不断地播报画面 不但成为国际媒体 转播台湾地震的焦点 甚至又连中国网友 也赞叹两人的敬业表现 当时我就觉得很了不起 我觉得这是很专业 很镇定 然后东西往下掉 人都站不稳了 甚至后面那位 已经要扶着屏幕了 是吧 同时还在提醒观众 就是保持镇静 因为当下在那感觉 其实是非常恐怖 因为你知道我们台上 那个灯 真的非常多 然后一讲地震的时候 其实我现在 喵子看到 就是很多东西掉下 因为当下其实 我只想到四个字 就是小心安全 注意安全 然后其实我已经紧张到 我的手都在发抖了 事实上 经问主播播报图中 遭遇地震的情况 世界各国都有发生 但主播应对的方式 却是截然不同 我们感觉非常强的震撼 我认为我们要躲在桌上 好 我们要去休息 我们会回到这边 较少发生地震的国家 主播表现会比较惊慌失措 甚至连摄影也会因此慌乱 镜头大偏移 也因此3D主播 面对地震 储边不惊的表现 格外受到外媒和网友的关注 3D新闻 文人中报导 昨天的地震 也让许多民众的家 出现了灾情 那么最多的是什么呢 可以看到其实许多民众 都有这样子的反应 就说包含了家里头电视 还有柜子全部都掉了下来 有网友就晒出了自家电视 摔坏的照片 心痛的询问 今天台湾到底坏了几台电视呢 结果引来了许多网友留言回应 结果维修师傅也说了 真的有不少人来询问 这个更换面板的价钱 那么到底要如何 为自己的电视做好防护呢 他们就特别提到了 包含你可以架设这个壁挂架 或者是安全带 就能够增加防护 电视机萤幕破成蜘蛛网状 还有电视萤幕趴地 甚至倒立摔地 让人看了好心疼 4月3号上午发生锐气规模 7.2强震 很多民众晒出家里惨况 结果引来许多网友留言回应 贴除电视罩 一堆萤幕统统坏掉 就连T1台皮永风云报的球员 陈笑容也在IG连续发布限动 家中一楼的电视 也被地震摇到掉下来 晚上就直接请师傅 来装新电视 还有维修工程师发文表示 四个小时内 已经接到九名顾客 询问更换面板的价钱 他想要换新的 这个撞击以后 换新就不划算 这个如果 大概要换多少钱 蛮贵的 一般都是 客人一般都是不愿意换 价钱太高 他不会换 电视机萤幕坏掉 老板说通常会建议客人 换新机 因为现在市场行情 换萤幕就占了 整台电视的70%价格 换台新的比较划算 掉下来就折断了 这个真的电视就会摔坏 不然就是要掉币 掉币就不会 比较不容易摔下来地震 就像冷气 他掉币就不容易掉下来 老板也建议可以选择 币挂架 比较可以防震 也有网友贴出自己用安全带 拉住电视 毕竟台湾地震多 加个小钱防护 避免一震就得买新电视 多花冤枉钱 除了贵子或者是电视之外 许多人也发现在地震之后 自己家庭头的这个墙壁 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裂痕 工程技师就提醒大家 要赶快放大这个眼睛 来看个仔细 因为如果家里头的这个裂缝 出现的是V型 或者是X型的话呢 就要提高警觉了 要赶紧离开 并且请专业人员到场评估 因为这很有可能 会出现二次坍塌 整片墙壁列出很像裂缝 房屋结构体受损 可能还有局部坍塌风险 三日花莲大地震 也震出不少房屋问题 不管在上面有任何像X型的裂缝 或者是斜向的裂缝 或者任何跟之前有异状的 通通要请专业的技师 去做这个检视 地震发生后 如果梁柱出现混凝土剥落 及钢筋裸露 连接处有脱离裂缝 或是V型X型 45度交叉裂缝等等 混凝土构建均裂剥落 建筑物可能无法符合 原设计需求的强度 民众就要提高警觉先行离开 请专业人员到场评估 有这些裂缝的时候 那其实它的抗震能力 就减低了非常的多 下次地震再来 或者余震再来的时候 都有可能造成倒塌 专家指出地震的震动 可能会有钢筋和混凝土的潜在质变 严重可能会影响构造物安全 连网红奎丁也分享了工作室的惨况 墙壁上同样列出两条大缝 办公室中的摆设都因为剧烈晃动而倒下 墙壁的水泥块也掉满地 梁柱上出现斜向水平向或垂直向裂缝 都有可能使结构裂缝 应该尽速寻求土木或结构技师协助 才能够在强症后事先预防二次坦塌的风险 三星我刚刚认为佩花台北财富报导 不论更新来看到地震发生 大部分的台湾人习以为常 但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是几乎不地震的 就像新加坡 因此当昨天台湾大地震的时候 待在新北市这一位 新加坡的驻台记者拍下影片 他说吓坏了 不确定自己到底该不该跑 虽然大台北地区灾情相对花莲来得比较轻 但是依旧有建筑物外墙剥开掉落 这个景象被他拍下来依旧是令人震惊 但这起台湾的地震 有多段灾害的影片引发了国际关注 像是日本的NHK就PO出了文章来示警 有不少的用户借机利用假影片来赚流量 像是这一张转发 着溪山山顶天摇地洞的画面 被发现根本不是昨天 而是两年前所拍摄的 另外接下来来看到就连美国时代杂志 在地震报道当中都误用了 这根本跟台湾无关 这是在中国深圳车站的画面 根本跟地震毫无关联 而这一回地震所发生的地点 当然在菲律宾的海底板块 索性专家说没有延伸到陆地 不然防污倒塌的状况会更严重 但是依旧7.2规模造成了9人死亡 因此教授就分析了 过去在这一代大概规模只达到6左右 这次强度来到7.2 应该算是百年来最大 因此不排除有机会牵动东边的 隐墨地震带 如果未来因为过去3到40年都没有发生地震 一旦未来要发生的话 可能这规模会达到8 因此这一起大地震 未来如果增加的几率增加的话 未来不管你在室内或者行进的车辆 要怎么应变 像这样的高架桥 时常是波浪的在晃动 专家就建议你最好要紧急靠右边来停车 静止紧直刹车 那如果你在室内要不要跑出去 最好找个桌子底下 并且要避开易碎的玻璃躲开风险 强阵来袭路面呈现海波浪 剧烈晃动之下 旧车游览车全都动弹不得 另外中正桥上机车骑士驾驶 同样进退两难 突如其来的地震行进间的车辆 建议可以缓慢行驶到空旷处 如果得汽车逃跑 切记留下这几样物品 记得先熄火 那要行的放车上带上你的驾照 去安全的地方避难 你尽量先减速 然后靠右边停 空旷的地方 一般道路跟高速公路上最大的差别 就在无法寻找空旷地逃跑 因此避免引发连环车祸 驾驶慌万之中 千万不能紧急刹车 在高架道路或快速道路上 或者桥梁上 尽速的下闸道避难 另外一个惊心动魄的场景 花莲的早午餐店 突然拘留晃动 就在建筑物倒塌之前 用餐顾客惊陷逃窜 干在最后一刻夺梦而出 但根据消防防证知识 通常还是建议 我们记得找像桌子的下面 然后趴下呢 掩护 然后稳住桌子 远离那些玻璃 好等等掉落物 房子垮了 真的该留在原地吗 不过根据专家的说法 依循网力 仍是逃跑过程中 奏程伤亡的比例偏高 而这次花莲地震 网路上有人发问 台湾有无较不受地震影响的县市 桃园被点名 桃园的地方是比较硬的 那个环境 很稳定 桃园是因为地质的关系 它是鹅卵石或是我们大历史 正部的传递是比较弱的 最大的优势就是 它不会土壤异化 感觉要摇晃 但是都不会有任何的灾气 不止桃园人有感 地科系教授严红源也证实 桃园没有活动断层 自发性地震相对少 尚许多如果单纯以地震多挂 当作标准 桃园确实可以称为 台湾最安全的地方 再来绣合报道 昨天的地震 花莲受创罪重 其中和人矿区有6个人受困 今天清晨6点多 直升机是紧急前往救援 而受灾民众 他们事后形容 当时在地震的时候 追落时 就像是子弹一般不断地射过来 另外在和平矿场 也有64个人受困 花莲县府一早准备了 421公斤的物资来空投 至于花莲的燕子口贩卖部 也有11名游客受困 昨天12月 搜救大队是摸黑前进救援 救难人员腰帮绳索 缓缓降落就受困矿工 确定绳索安全固定好 救难人员紧紧抓着矿工 平安送上直升机 随后又再降落一次 成功救援三名矿工 其中一人因为脚受伤 走起路来一搏一搏 被救难人员搀扶下机 石头太多了 像子弹一样 从上面这样 不知道跑哪里 我们都快了 回忆当时受困的矿工表示 落石就像子弹一样不断掉落 幸好现场有沙包 让他们能赶紧躲避 4号清晨6点多 第一家直升机出发救援 随后7点5分 第二家又再继续出发 全工再救出另外受困的三个人 总计顺利救援 六名矿工 但还有一人持续失联 一人不幸罹难 目前失联的矿工 中南人员还在持续搜救当中 另外在和平矿区 还有64个人受困深山里 欢迎县府备好一整车 421公斤的物资接力空投 要矿工们再称一下下 中南人员就要挺进 我们食物银行准备了 像是口粮 饼干 薄酒乳 还有像是牛奶 这类的物资 还有水 我们要空投到矿区里面去 另外花莲燕子口贩卖部 也受到强症影响 有游客受困 3号深夜搜救大队 暮黑前进 抬把血 给五分点 七八九十 中南人员进行现场点名 确定顺利救出 11名受困游客 只是现在花莲还有灵星的余震 让人不敢掉以轻心 三位新闻王后员旅燕 黄世函花莲 怎么过来的吧 花莲天王新大楼 酿成一死 而这大楼到现在 都还在不断地倾斜 目前是已经有超过 六十度的倾斜角度了 预计两天之后 开始要拆除 那么为何天王新大楼 会倾斜得如此严重 难道它是软脚虾的结构吗 今天上午 土木济师配合检方 是一起搭了云梯车 逐一在各楼层 取样钢筋 还有混凝土的样本 希望能够透过这些解体 分析大楼它倾斜的原因 并且了解这建物的建筑强度 是否符合法规 只是祭师们一重整之后 才发现 如果是相较于之前的 维冠大楼 还有统帅饭店的话 可以发现 这三栋楼 其实有几个共同点 包含了 它们都是挑高的建筑 而且一楼的梁柱 非常的少 正因为以上这两个原因 所以可以看到 在地震发生的当下 它们是无法承受的 才会导致有断角的状况 然后楼板 开始往下塌陷 土木济师配合剪掉作业 搭着云梯车 对倾斜倒塌的天王星大楼 进行钻心取样 确认混凝土强度 厘清为何会倒塌 做一些现场的钻心取样 求得它混凝土的一个强度 阻断去保存 它的一个钢筋的一个完整性 做结构分析 判定原始的一个 这个设计的上的一个 一个建筑物的强度是如何 有没有符合当年的法规 跟有没有安徒时空 不过其实天王星大楼曾在2018年 华联强阵时被贴黄丹 判定是围楼 在家常结构之后恢复运作 而看看天王星大楼 一楼挑高格局 做酒吧店面用途 不过强阵后 这个挑高处的一二楼 全部被震垮 整栋大楼几乎是超过60度倾斜 甚至传出一楼酒吧还曾经整修 是否涉及影响大楼结构 当地居民提到危险 早就有机可循 另外从建筑结构来看 这次倒塌的天王星大楼 北韩过去倒塌的台南围观大楼 花莲云翠及统帅饭店相比 出现共同点 都挑高一楼两柱少 单面棋楼也都在断角楼下线 平面不规则的结构系统 在墙体的墙量比较少的情况之下 也容易受到大的地震的震动的情况之下 就会造成软弱成的现象发生 较容易成功结构系统的影响 也就是说若建筑物由软弱成棋楼 较容易导致建筑物倾斜 一碰上大地震结构无法抵抗 酿成严重灾情 三水河梦哲林凯军 有他后抢花莲 昨天上午7点58分所发生的 这起大地震规模是来到了7点2 而今天时间进入到了强震的第二天 包含了行政院长陈建仁 还有教育部长潘文忠 以及经济部长王美花 以及曾经在花莲宣更多年的 转副总统萧美琴 今天一早就到花莲来看灾 陈建仁他宣布 中央会拨款三亿 协助花莲来救灾 同时也把花莲划定为震灾区 提供灾区的居民领取补助金 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准复总统萧美琴 也特地前往昨天 发生大火的东华大学 来看灾 大家好 花莲强政第二天 一早行政院长陈建仁 经济部长王美花 教育部长潘文忠 都抵达花莲勘灾 陪同的还有准复总统萧美琴 首站先到灾害应变中心 听取简报 陈建仁宣布中央拨款三亿元 给花莲县服紧急使用 也提醒周末封面来袭 要提高警觉 陈建仁随后到医院探视伤患 及中华国小民众收容安置情形 曾在花莲深耕的准复总统萧美琴 也跟陈建仁兵分二路 协同教育部长潘文忠 经济部长王美花 到前一天发生大火的东华大学视察 我个人因为也经历过0206的地震 当时我我人在花莲 那我们知道第一时间的救灾救人之外 后续需要让人民生活能够恢复正常 有很多的不同项目的工作要做 强政来袭 萧美琴第一时间在脸书表达不舍 高雄市长陈其迈则开六都首长第一枪 宣布捐出一个月薪水赈灾 财政部也率各工股失业捐助新台币2100万元 全力协助花莲渡过艰难事客 三菱新闻 吕燕王浩元 李维廷 亮本君 花莲报道 除了花莲之外 新北的灾情也很惨重 今天上午新北市长 侯友也是一连排了四个视察行程 包括了查看连城路 民宅受损情况 同时也二度到捷运环状线 来视察轨道位移的状况 他们希望中和站到大平林站 能够在4月8号上班日之前恢复通车 另外较严重出现位移的这个板桥到中和站 则是要以专家的评估 要他们评估补强之后 没有安全疑虑才会开放 仔细听简报 强政后新北环状线 板新到中原段轨道位移 大家长侯友宜二度视察 环状线除了板桥站 到新北禅阅园区站 三号下午五点已经通行 另外两阶段则逐步处理 从中和站到大平林站 能够在4月8号 在上班时间能够飞 中原段到板新站 这一位钢梁的臭味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请专家学者 不断地检测 没有问题才会来开放 尚未全部通车前 市府提供接驳车输运 不过环状线才通车四年就出事 学者认为一般桥梁耐震程度都达六级 捷运高架桥理应更高 但新北最大震度只有五级 轨道就出现位移 关键空载施工部分 应该是要承受六级以上的阵度 就发生错位的状况 所以还是希望新北市政府 可以以安全为前提的状态之下 再来通车 主要是你们决策 减确 我们的网络 下一站 胡友宜到连城路看受损民宅 这头市长关心灾情 另一头市府还在进行调查 地震后网络上突然传出 新北停班客截图 但其实这是新北去年8月3号 所发布消息 胡友宜第一时间驳斥假消息 交办调查 让议员痛批 把错推给民众 为侯市长忙着选总统之后 几乎没有更新 新北市及时栽防的消息 后于市长不施改善 反而是要求警察局 要严加查办这个假消息 自己的问题不解决 却把问题推给媒体 以及社会大众 这部分警方在了解错 不愿多做休明 如今网页上也更正 4月3号正常上班上课 新北停班客闹乌龙 成了地震事件小插曲 昨天台湾发生了规模 7.2的强震 全球也陆续的表达了 他们的关心 共计有47国的政要 陆续对我国的震灾 表达慰问 此外美国的白宫 也发出了声明 他们关注台湾地震的 相关报道 而且也留意 是否会对日本 也有潜在的影响 而美方是已经随时准备好了 要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 台湾发生25年来 最大规模地震 共计47国政要 陆续对我国震灾表达慰问 美国白宫也发出声明 关注台湾地震的相关情形 承诺美方随时准备好 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 我们继续保证 地震灾影影响台湾 我们一定会祝福 所有人被影响 我们正在站在 美国正在站在 我认为有些祝福 都会被影响台湾 关心台湾的政要 一个比一个大咖 除了美国第一时间表态 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X平台发文 在海岛邻居台湾 面临困境之时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 同样发文说 新和台湾人民同在 印度总理莫迪 也表示与坚韧的台湾民众 站在一起 英国澳洲纽西兰外交部长 同样纷纷表达关切 另外在台湾有高人气的 英国钢琴家卡瓦那 也透过社群媒体 附上国旗照片 向台湾民众传递爱心 其实这个场面看起来 真的是非常危险的 日本网友则透过网络 锁定三里报道 一旁留言是刷不停 还有网友在X平台说 日本辞呈献力监视 正在为台湾震灾发起募款 纷纷在社群网站上高喊 该是我们报恩的时候了 日本富士新闻网报导则提到 日本跟台湾之间的羁绊 越来越强 更显示出在关键时刻的 患难见真情 三新闻有何卷报导 昨天强阵有停车塔 是扛不住强阵 不断地晃动 导致停车板断裂 轿车是直接往下坠到一楼 铁门当场毁损 而昨天台湾才发生大地震 没想到今天日本的福岛外海 也出现了规模6的强阵 索性没有引发海啸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紫猫猫系YouTuber 年龄是 蕾咪低连五岁 生育是 3月24日 星座是 这个火爆的母羊座 所以偶尔在节目上会突然爆枪 是很正常的 身高是 149公分 体重是 39公斤 最喜欢吃的东西是 榴莲 而且是要冷冻过后的榴莲 那因为阿嬷从小就跟蕾咪说不可以挑食 所以 雷咪没有不喜欢吃的东西 是一个不挑食的乖宝宝 自己说 最擅长的是 雷咪4岁时就自己来到大城市 打过好多饭工 你好欢迎光临 再见谢谢慧顾 不好意思请问餐点还需要吗 不好意思请问今天还想来点什么吗 雷咪全都OK啦 4号是 那平常的4号就是唱歌 希望以后可以多多歌回唱歌给大家听 最后请对大家说一句话吧 谢谢大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常播则最新的消息 昨天台湾才发生了7.2的强震 结果没想到 就在台湾时间今天上午的11点16分 日本福岛的外海也发生了规模6.0的强震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镇央附近的城市包含了 元首县 工程县 还有福岛县 都能够感受到震度3到4级的摇晃 目前已知地震深度40公里 属于浅层地震 所幸这次并未造成海啸 而临近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厂 以及女川核电厂 也都没有传出异常 回到台湾来看到 昨天的这起地震 也让许多的建筑物出现了倒塌的状况 而在台北市也有一座立体停车塔 原本停好车辆的这个停车板 因为承受不住强震的这个剧烈摇晃 导致倾斜炼 结果好几台车就直接就这样 坠到了一楼 卡在车塔内 一台车卡在半空中 车头已经被压碎 挡风玻璃全破 车体严重变形 还有几条电线就垂掉在车上 遭殃的不止这一台 车子板经凹陷变形 还有玻璃全碎 3号早上地震一摇 摇出许多车主的心碎 这里是位在台北市大同区的立体停车场 好端端将爱车停在室内 圈变成眼前的这一幕 拉起封锁线功能利用器具破坏铁门 为了要查看内部停车场内的惨状 民众们一点无奈待在旁边 更惨的还有这一台白车 直接自由落体式坠落到一楼 车顶变形 整台车像是经历了可怕的撞击 撞到好像几十台了 几十台之后 变成这台车撞到桶架下 中间还卡出一台 没什么撞出来 没什么撞出来 你不说东西都好吗 他也不敢隔壁 在立体车塔内原本是停放好在两侧的车子 停车板承受不住强震的剧烈摇晃 最后猛烈的撞几把几台车撞的东倒西歪 目前无法确定整体的实际损失 后续相关责任以及是否赔偿 还有待调查评估 3d7文将明显灵佩璇将俊阳台北采访报道 VTuber一问一答 自我介绍要开始落计备 你的名字是 我是雷咪 就是懂雷咪发生的那个雷咪 你是什么系的VTuber 从小和阿嬷住在乡下 是一只阿嬷羊的小菊猫咪 是猫猫系VTuber 年龄是 雷咪今年五岁 生育是 3月24日 星座是 这个火爆的母娘座 所以偶尔在节目上会突然爆枪 是很正常的 身高是 149公分 体重是 39公斤 最喜欢吃的东西是 榴莲 而且是要冷冻过后的榴莲 那因为阿嬷从小就跟雷咪说不可以挑食 所以 雷咪没有不喜欢吃的东西 是一个不挑食的乖宝宝 自己说 最擅长的是 雷咪四岁时就自己来到大城市 打过好多饭工 你好欢迎光临 再见谢谢慧顾 不好意思请问餐点还需要吗 不好意思请问今天还想来点什么吗 等命传到OK啦 四号是 那平常的四号就是唱歌 希望以后可以多多歌回唱歌给大家听 最后请对大家说一句话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来看清明廉价第一天 民众扫墓吃润饼 张花北斗有一家老字号的润饼皮店 四十六个炉火力全开 全家二十几个人分工就是要来应付人潮 另外在屏东也有知名的春卷名店 业者说了他们凌晨一点半开麦 但是半夜十二点多就有人前来排队 引这消息来看 年度音乐盛世流行音乐奖 月二十五号登场 主办单位举办了启动仪式记者会 还邀请到了流行天后Ella成家画 以及人气天团舞坚勤 要揭晓最受欢迎系列入围名单 为活动增添亮点 魅力舞台让所有的观众们 看得都心花怒放 讚啦 呼应舞台上的棉花糖大礼 一人送上一句祝福的话 流行天后Ella成家画 和人气天团舞坚勤 首要出席揭晓2024流行音乐奖 最受欢迎系列票选入围名单 有趣的是五坚勤和九泽CP 都入围的最受欢迎组合 一人两个身份 也成了团圆的人气大考验 又把它用评票 评票 我觉得两个意思 你都想办法按到评票吗 对 一起投 好啦 老师说 好啦 老师说 魁为八年刚出专辑的Ella 也当刚公布入围 最受欢迎男女歌手等奖项 颁奖活动当天更将带来精彩表演 令粉丝超期待 其实这次会绕人来 会绕比较多人来这样子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舞台呢 真的是为了HITO流行音乐奖 而特别去设计的 所以希望到时候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一年一度的音乐盛世流行音乐奖 五大最受欢迎奖项入围名单 再启动仪式记者会公布 歌迷可以上网 为自己喜爱的歌手投票加油 也成为支持台湾乐坛的一大动力 用这样的盛典呢 来代表表达所有的爱好音乐者 或者市场上 对这些音乐人的致敬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能够用最开心的心情 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六星音乐奖颁奖典礼 将于5月25号台北小巨蛋登场 无法到场的民众 也可以透过电视频道看直播 隔空感受之场 音乐盛会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 VTuber一问一答自我介绍 要开始为计备 你的名字是 我是雷咪 就是懂雷咪发搜的那个雷咪 你是什么系的VTuber 从小跟阿嬷住在乡下 是一只阿嬷羊的小菊猫咪 是猫猫系YouTuber 年龄是 雷咪今年五岁 生日是 3月24日 星座是 这个火爆的母羊柱 所以偶尔在屏幕上会突然爆枪 是很正常的 哈哈 身高是 149公分 体重是 39公斤 最喜欢吃的东西是 榴莲 而且是要冷冻过后的榴莲 那因为阿嬷从小就跟雷咪说 不可以挑食 所以 雷咪没有不喜欢吃的东西 是一个不挑食的乖宝 自己说 最擅长的是 雷咪四岁时就自己来到大城市 打过好多饭工 你好欢迎光临 再见 谢谢慧姑 不好意思 请问餐点还需要吗 不好意思 请问今天还想来点什么吗 等命团都OK啦 四号是 那平常的四号就是唱歌 希望以后可以多多歌回唱歌给大家听 最后请对大家说一句话吧 谢谢大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受到地震的影响 而清明廉价的旅宿业掀起了退定潮 尤其通道南投亲近农场台十四甲县 雖然说路况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呢民众预期心理 所以定房率就下降了两成 另外台中的武林农场 福寿山农场 廉价平均退定了四到五成 有女子抱怨呢 说民宿业者态度强异不让她退 不过被网友围剿 草原未见人挤人场景 清津农场四日上午 入园人数仅接近千人 与过往同时期相比掉了两成 马来西亚游客三日地震过后抵台 行程照走 下飞机的时候 就应该是看新闻过后才知道 发生了地震 所以就是还是照原本的路线走 蛮多的 应该还好 清津农场定房率下降约20 遇地震搅局也降低民众出游意愿 一名女子订了一间南投渔池的民宿 因天灾又退地 她在网路PO文抱怨 业者态度强硬 不愿全额退回订房费用 取消还要扣一千元违约金 退定一次那个公共局 它有一个定情化的比例 就是说就算是要没收定金 要按照那个比例原本 网友话说得很酸 渔池和花蕾不同方向 南投并不是灾区 所以刚好不是在灾区 那又遇到廉价 如果老板不收的话 就少一份收入会有损失 民宿也没受损 违约金这样算很正常 台中武林农场正值 普贤向英开花旗 初期呈现深粉色 逐渐转为浅色 游客定房赏花 却因为地震 廉价期间平均退定四到五成 福寿山农场 三日退定三成 四日退四成 不少游客观望中 到台拔县进来的时候就是 路上的落实有一些 不过车子都不会受阻 都可以前进 观光旅塑叶 原本盼着清明廉价 赚进一笔观光财 如今全被地震打乱 反而掀起一波 退定潮 三天新闻中部 综合播导 全被地震打 都可以接受了 有没有 任何桑